周川老师 真是您啊 我这是第一次见证真人哪 也难怪那些读者们都说 温润无欲公子穿 名不虚传 那咱们楼上会议室说 您好 请问面试在哪里 一楼会议室 好 谢谢 周川老师啊 众所周知啊 当时周老先生的这本《岁月如歌》 在我们园业社一出版 就达到了四十万册的首音量 现在呢 马上要出全新的纪念版 就单从这个成绩来说 这就是我们园业社 不 整个出版行业的珠穆朗玛峰啊 现在您哪 有紫诚副业 想必周老先生一定会为您感到骄傲的 这个当初呢 周老先生的这本《岁月如歌》 在我们园业社做出这么好的成绩 如果您现在的新书 也能签到我们社里来的话 那势必将成为业界的佳话呀 连宣传词我都已经想好了 父子一门书相传承 那你要不要先给他打个电话 问问他愿不愿意偷 和我共同完成一段好业假话呀 那个 要不咱还是先看看合同吧 这个合同我已经密好了 您先看一下 就这个合同啊 已经是在我再三的争取下 总算是拿到了 我们园业社今年最好的数字 不好意思啊 面试已经结束了 来 雪白 你们家老板又不在啊 他出去找书去了 我上次要的那批参考书目怎么样 都到了 还到了一本很难得的项目数十 五八年呢 真的 在哪儿 我们老板放书有点杂 位置比较乱 可能在那边你得自己找找 好好好 谢谢啊 老板 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项目数十 可能你得自己找找 这家书店这么随意的吗 好 项目数十 找到了 小心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那个 要不你先下来 我上去 谢谢 谢谢 这位大哥 这位大哥 这本书我自己拿就行了 不用太客气 给 好 好 书的钱你到时候借我账上就行啊 费死了 这不是你帮我拿的项目数十吗 谁先拿到就是谁的 这书店的规矩啊 这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我们家老板也经常都不说 我们家老板也经常都不说 难道他是骤川的书迷 周川老师的书我每次读都会忍不住孝书生来 你们猜猜这是他的新书会说什么内容吗 我好期待啊 我也是 可惜周川老师神龙见首不见尾 要是他可以开签售会就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有一本他的亲密书 上面写着给我最忠实的读者 我呀就想见见他本人 毕竟他的书陪我度过了高三呢 你们看看 怎么样怎么样 干吗呢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要是让你的书迷看到 他们男神一样的周川老师 像做贼一样躲在这里 有人要试过路 整你的书去吧 好都没啊 走了 我马上收拾一下 对了 我的书迷再买你的书 是他呀 改鞋归阵了 拿着 前两天不还把它贬得一无是处的 今天怎么就屁颠屁颠来买的呀 我哪有说一无是处 这过我可不背 看不出来 你还是父子粉啊 两个一起喜欢 谁喜欢啦 眼神不好就是看眼科 你这人怎么人身攻击呢 我招你惹你了 和你很熟吗 我跟你很熟吗 一上来就给我扣周古轩读者的帽子 周古轩老师怎么了 你刚才拿的这本《岁月如歌》 都不知道佳音多少回了 这次还特地推出特别纪念版 这可是经典中的经典 你把书挪这么远干什么 人家俩父子书放在一起不是挺好的 跑了没啊 你这电影真是的 什么妖魔鬼怪都能往里跑 我同意 确实什么妖魔鬼怪都有 书不错啊 需不需要袋子 不用了 谢谢 快点吧 快点吧 走吧 你干吗 幼稚 快点吧 快点吧 对不起